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以让学生这般热情绝无冷场 有林寿福老师领军 带领吴卢浩 庄维栋等几位数学老师 所组成的数学魔术团队 经常寻回各地示范教学 这次为台北县张树国中 举办的数学自由营队 运用国中生都会的数学原理 设计一连串课程 要让学生进入数学魔术的奇幻世界 好 我摸一下 我就可以很快地感应出 一张神奇的扑克牌 我把它抽出来 然后放在我的手中 来 请这位同学大声地跟所有人讲 你刚刚看到那张扑克牌的花色点数是什么 黑桃鹅 各位 黑桃 两点 完成 我要睡 我用数学的方式把这里摆成一类 把这里摆成另一类 所以我请它洗牌 有没有差 没差嘛 洗完牌之后这边还是同一类的嘛 然后请它抽出一张牌出来 插到另外一类里面 再洗一洗 我是不是就能看得出来了 好 来 告诉我数学有哪些分类方式 就是国中生他们只有学到分机也有分之合 他们觉得数学的分类没什么 但是变成一个魔术的时候 他就觉得数学的分类很强 所以从这个地方来看数学 他背后换来的不见得是说能力高超 或者说成绩进步 而是换来对数学这东西有感觉 除了魔术常用的扑克牌 随手可得的计算机 也是玩数学的最好教材 老师让学生用计算机 仍以按出三位数 并重复两次 这个数字除以7 再除以13 最后得出来的数字 便成为最好的互动解密游戏 匡匡61 10匡匡61 是不是这样 好 那老师要猜出这个匡匡 你弄掉的是多少 答案是 是 端式 这一题很漂亮 这一题机车已经出现过两次了 所以它重要不重要 重要 而且可以拿来怎样 变魔术 老师这一题不过在考你 11的倍数是谁 1001 直音数分解 就会得到什么 7乘11乘13 所以老师先叫你除以13 除以7 把数字缩小以后 然后我只要用11的倍数判断 就知道你的框框的数字是什么 这样懂了吧 懂 好 请回座 我再教一个电子运算机的魔术 数学差的话 一般大家会把说 智商花上等好 其实我个人非常不建议这样子 其实 数学差的原因 有可能是因为 早期在奠定基础的时候 没有奠定好 所以说在循序渐进上 一些步骤上 如果他中间的有一些坑洞的话 要把它补起 那用这样的教学方式 他可以诱发他说 我去学这样的东西 我觉得我个人有兴趣 所以呢 他会多花一点时间 或多花一点精神 去做数学的题目 或做数学的思考 数学模式重点 不在于魔术技法 而是数学思考 因此 每次教完新的魔术 都会有张学习单 让学生有浅读生去理解 熟悉所学到的数学 一旦学会了 自己就可以变化出更多的魔术 而这就是整个团队 最大的核心目标 数学不是在追求分数的极限 在追求思想的极限 就是这回事 我教学生的魔术的时候 我就教他们 你可不可以跟老师不一样 你用技术偶数分类 我可不可以不要用技术偶数分类 就是另外一个方法 那我讲到生日快乐牌 老师用两张牌 两个观众 你可以三张牌三个观众 四张牌四个观众 这种一般化的历程 就是数学追求的 我不是一二三 我是X 不仅用魔术教数学 团队领导者 同时也是新雅国中的数学老师 林寿福 更进一步让整间学校 立成一个数学游乐场 让数学生活紧密结合 数学科每次调查 都是学生最讨厌 最头痛的科目 所以就是基于这样的想法 所以我就整整花了九个月时间 就把学校的数学步道的题目都布好 数学魔术它多数应用到代数的原理 或者数语量的原理比较多 但是数学步道它里面的题目 其实几何的东西比较多 透过学生们身边的环境 把数学融入其中 从岛红砖 校门口的栅栏 到豪宅的窗户 甚至是手里在学校旁的101大楼 都成为菩老师的最佳教材 大家看这个图 从这个图 从这个图 我们要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101倒下来 会不会压到我们学校 注意喔 现在你们眼睛就代表我们的学校位置 全倒下来会不会压到 应该不会吧 为什么 那你去定理叫什么 大脚 对 小脚 大脚对大便 小脚对小便 所以这比较大 倒下来就不会压到 酷吧 好 好棒喔 不会压到嘛 对不对 但是我们用的方式是什么 基于数学魔术与学校环境 数学不再只是反复的计算演练 而是一种思考的训练 教学团队将这样的教学理念 积极透过每年一百多场的教学示范 影响上千位老师 进而让15万以上的学生受益 因为他们认为 不是人人都要当魔术师或数学家 但人人都可以喜欢数学 都应该重新找回那份 探索与思考的乐趣